真的是让我摇头失望了 我不知道你会去 曝光爱李文的语音内容 好声音学员王泽鹏 当年总决赛演出前 彩排节目组故意不照上李文 两人沟通凭受阻 我自己站不完 而且我还要穿一个七寸高的高跟鞋 所以呢 我必须要有你的手 即先前李文控诉 被二诊英党流出后 生前极力维护的选手之一 王泽鹏发声 一口气曝光17分钟多的对话 明确向制作单位表示 希望对方能扶着他 但王泽鹏手机被没收 还被禁止表演有任何转头和回头行为 唱完才发现李文跌坐在地 你去整我 这个是太过分了 答应我 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不仅如此第二届也有人揭露黑幕 参加海外选拔的澳洲华裔歌手梁小俊 说当年与全球共四五十位的选手 也被拖下水 今年担任过导师的陈奕迅 过去受访也提到 想看节目谁有多深才答应邀约 海铺有名学员恶度来挑战 他和那英被导演要求转身 猜测是对方外形亮眼才或提拔 追着节目的内幕越爆越多 网友发现李文的名字被悄悄除名导师阵容 制作单位仍然维持一切是恶意造谣的态度 恐怕还是难阻止争议持续发酵 TVBS新闻组合 宽松长寿梯 尖上海批的件外套 歌手李文去年在街头被人捕捉 疑似在中国好声音录制后 离开酒店的身影 画面曝光了身体看起来相当虚弱 难不成在节目现场受了什么委屈 是 我去了好声音室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医生求我不要去 因为我这个乳癌是个 长达9分钟的英党在李文走后 与微博疯传 原来他因为点出赛制不公 而被节目组针对 节目组就是这样做的 11年没有一个导师可以改变 你要马上离开 你再不走的话 我们叫保安来 接着指控导演组在去年10月14号 最后一次录影不顾coco脚伤 抽开身边学员 让他独自踩高跟鞋 没人服 好 我其实站那一段 我的站不稳 好 最后把他Q走了 我站不住 我站得不行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吗 28年做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别人侮辱 这个叫侮辱 英党一出网友全炸锅 灌爆中国好声音微博 要官方给交代 17号晚间 节目组织轻描淡写 过去曾有的误会已消除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 不再多做解释 没给半句道歉 这一首歌 可不可以你们帮我跳 我现在刚好在养伤 前一阵子树伤了 还不能跳舞 脚伤折磨李文一辈子 这情况宛如雪上加霜 死后才被公开英党 也让粉丝感慨coco 究竟还吞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 TV宣许家会怎么却谈不到 88.3 你们最低分的73 那个人有 那个人可以再比一次 中国好声音陆世现场 身为导师的李文 因为赛制播光 为学员抱不平 气到站起来破口大骂 当然你们会所有都剪掉 当然你们什么都会剪掉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当然都会剪掉 我当然知道 这个叫做不公平 好声音工作人员 想袭世宁人 却被打脸 情绪一来 coco也忍不住掉泪 在场的大写李丘琳 表情同样凝重 没料这时节目组 还动手清场 现在就是 等等 大家都让我冷静 让我冷静好不好 我现在要暂时坐在这里 冷静一下 OK 他们有问题 找人来把我抬走好吗 建李文为正义发声 现场还有歌迷高喊 好厉害 我们爱你 但coco也因此惹毛节目组 去年10月14号最后一次录影 本该在身边 搀扶他的学员临时被吊开 让他因为脚痛跌坐在地 从高处拍摄视角 当时也在场的梁静如 上前帮忙 事后竟然还被骂 好声音招批太不人道 曾身为学员的许海鑫 也爆料自身经历 挺进16强 最后却遭节目组炒作 害他被网爆数年 只因为当时他不愿签约 天后真宁也发文 说参与好声音的 都为名为力不择手段 简直欠缺两知 黑料被狂暴 中国好声音的母公司 星空华文 股价大跌23.4% 等同短短半天 蒸发约400亿台币 重重伤了对外形象 TVC牛神像不学调不到 李文Coco已经去了天上了 不过他身后留下的诸多争议 一一爆开了 大家还记得吗 李文曾经担任过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当时他就曾经发出不平之名 认为赛制不公 觉得唱得好的学员 却没有二度挑战的机会 跟主办单位大吵 当初在大陆的微博 还有两岸的演艺圈 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随着他离开之后 却有一段录音档 完整的流出 传出李文还曾经 被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单位恶搞 而现在事件不断的延烧 也冲击到了中国好声音的 星空华文的股价 今天是腰斩的 另外一方面呢 播出中国好声音节目的 浙江广电集团 其实也发出了最新声明回应 他们会来调查 核实相关的事件 但是愤怒的网友继续不买单 就连大陆副重量级的歌手 韩红也发声声援李文 试饭交唱李文 投入带领好声音选员 随着生前与节目争执细节 曝光卫视引起全网怒火 20号声明回应 表示会倾听外界提出的意见 督促制作方改进 也肯定李文是好导师好歌者 值得他们铭记 会让每位参赛者得到尊重 进一步调查核实 但网友不以为然 抨击早该停播了 还要改进什么 更有人质疑声明 连印章都没盖 诚意不足 老师有没有最怀念他什么事情 月初现身告别是李文 好友韩红也发文 期待上级主管调查 和未来对此类事件的规范 作为coco的好朋友 信任也心疼他 风波不断 电台先锋1063声明 永不合作 品牌科迪乳业 也以影片表示 抵制浙江卫视从他做起 你要想往下走 签和约 九年 第一季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个故事 你是美甲老板 或者你是出纳员 其实呢 其实都不是 第一季成员 张伟齐爆料冠军是看利益关系选出 还加码爆出 学员背景都是假 另外传出参赛者 徐海鑫发文 透露曾被节目艺人总监 及合作经纪公司议员 纳英姐姐纳新 逼迫签不公平合约 但纳新的声明疑似流出 强调自己做不了这些事 甚至不认识徐海鑫 这个家族不公平 遭指控对李文出手的好生意女副导身份也遭起底 负责现场调度灯光指挥 有人指称她是主办方公司的股东 还是一名富三代 先前更有人质疑为何这样对待coco 女副导一次回复确实可惜 但谁让她阻碍工作进行 黑料记录引起外界一片踏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中国好生意制作单位霸凌李文coco的事件 现在呢依旧在风口浪尖上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TVBS娱乐组的副组长 茨英也是我们的直播康乐股长 茨英来到现场 大家好我来了茨英来了大家好 好茨英其实这几天 我相信你一直在追踪李文的这个露营事件 而且现在这个黑幕一一被解开 除了刚刚我们今天最新补上的进度新闻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网友还有中国好生意的选手 也自发心的在网络上揭露当初的不公平待遇 对因为真的就是要了解之后才发现 哇这个水真的是蛮深的 除了刚刚我们在这个新闻里看到的 就是有些人出来讲之外 现在最新的呢是他呢也这次也帮coco讲话 而且他不是李文战队 他其实是梁静如战队的 可是为什么他要帮coco讲话呢 因为呢coco那时候是跨战队还去帮他指点 说你哪里唱的好啊哪里唱的不好 让他感恩在心 所以他觉得说之前两位站出来讲话的呢 都是coco站队的学员 他觉得他两个人力量不够 他现在当第三人出来讲 他说了什么呢 他也是爆出内幕了 他就说呢其实还记得刚刚里面有看到 就是李文不是跟节目组在吵架吗 其实那个何解文呢 他爆出来说就是节目组要他写了之后 他才会说那我让你的学员还有机会继续比赛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时候最受争议 就是总决赛李文因为脚伤的关系 没有人扶住他 所以让他跌坐在舞台上 其实幕后他爆出了 大家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团队还说 赶快赶快你走快一点 其实看他眼里真的是非常心疼 因为coco那时候脚伤的事情 其实有录节目的人应该都有察觉到 走路其实已经有点不太舒服了 结果节目组还这样子对他 所以这次也被爆出来了 还有呢当时这个coco在里面唱永不失脸的爱 奇怪镜头怎么突然变黑白的 当时可能觉得说啊是歌曲的气氛啊 是不是觉得哎有呼应 可是现在coco走了 大家再回去看那个片段 是不是有一点点是在诅咒 或是有什么一样的意思呢 现在格外引发联想 那除了他之外在统整是前阵子这个泽棚啊 他是这个coco站队的学生 他那时候一开始就是在coco离开了之后好几天 沉默没有发生 前几天一讲话也是爆出了很多内幕 他就说哦其实当时呢这个李文 他早就有录语音跟他说我脚不舒服 等一下你站我旁边扶着我 我才可以撑住 但是呢泽棚他去彩排的时候 手机是被节目组没收了 所以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而且节目组一直跟他说 你等一下不要看你老师 你离他就是远远的 你们不要站在一起 所以他跟我不知道 其实coco是需要他帮助 直到录完影之后才知道 哦原来有这些事情 那现在还有一个内幕呢 就说转身按椅这件事 原来是收钱 你就是付钱就可以转这个椅子了 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大家这个 IG或是脸书好多迷音哦 就是潘伟博 他明明没有要转椅子 结果呢他还看着指指 他双手是放在腿上的哦 所以他根本就是手是没有按着任何的这个按键 结果没想到 哎下一秒他被转椅了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让他的嘴巴就露出 What 就是意思是说他还很讶异 所以现在这个迷音在网路上流传 等于也坐实了说 其实你要导师转身 你只要付50万人民币 大概200多万台币就有了 然后现在呢 当然节目组也不会出来讲话啦 只是这个片段就被各种人开始恶搞 等于也坐实了 就是这几天内幕一直爆一直爆不停的这个现象这样 确实哦其实从李文被这个制作单位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有些人说这已经上升到职场霸凌的部分 还有整个赛制的黑幕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就可以再选秀一次 种种的传舞人甚至还有明码标架出来 让中国好声音就感觉要提拔素人明星的节目蒙上了一层阴影哦 也因为过去这个节目很受到大家的欢迎 大家对他寄望很深 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是中国或是华语音乐的未来一个造型的场合 大家是寄予众望的 结果没想到黑幕重重 其实也会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都说Coco被霸凌了 而且现在制作单位成为了众矢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中间的核心人物也浮上台面吗 对其实刚刚如果在看那个吵架片段的话 发生短头发的女生讲话比较凶 大家都起底了发现他是副导 副导听起来好像还是导演旁边的一个比较附着的角色 没有啊大家起底发现哇 他这个来历真的是不简单 原来是个副三代 而且大陆网友真的也厉害 连他家的家产都起底出来了 说呢他除了是副三代家族背景强大 而且爷爷好像大有来头 说他叫做流利这样子 然后说呢其实他是这个主办公司的股东之一 而且上海英国有房产 还有人说英国是根本有一栋城堡 在上海的房子大概是一条街这么多 然后还说连总导演都要请示他 而且呢他其实在录影现场说 他态度是蛮傲慢的 而且呢只要跟他见面讲话 都要没收手机 这样听起来格外是有话外之音的感觉 而且呢就现在这事情越来越闹越大 很多网友都会替Coco打包不平 或是开始在骂制作单位 流利就是这个副导演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还直接很明显的说 对啊他走了确实很可惜 谁叫他要阻碍我们工作没办法 这句话哇讲出来之后 又是在网络上又是炸开来了 大家都在讨论 而且开始依依其离 过去他做过和 比较对Coco大家觉得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像Coco都会常常帮学员发声啊等等的 而且呢有一次因为录影 就是长达好几个小时不喊咖 那难免就是身为导师 要一直讲话要一直烧脑 体力会难免不支嘛 所以呢Coco就是可能 偷偷趁着镜头没在拍 吃了一口香蕉 哎副导演生气了 他就喊咖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看我的灯光 这样子会影响到灯光 你这样不对啊 就噼里啪啦现场骂了之后 然后有学员事后透露说 其实当下李文是红了眼眶 嗯因为我觉得可以想象哦 呃李文也算是出道20多年 然后他我没说他是华人第一个登上 奥斯卡的女歌手 其实他应该要有应有的尊重啦 而且其实很多像是 慈樱我们娱乐所记者 私底下跟李文采访 他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完全没有 非常的敬业 但是呢他拿出他自己100分的专业 去参加好声音这样的节目 却遭遇到这样不平等的对待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虽然李文已经离开我们了 大家还是不能接受 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原因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不只粉丝网友 还有在台湾的我们他的歌迷朋友 觉得不可以接受类似的行为 这样一一被揭露之后 觉得愤怒不可思议 其实是不是也有很多娱乐圈的 大姐大大腕明星们 都跳出来替李文发声了 其实跟李文关系好了 当天都有去送李文最后一程 包括韩红 就是刚刚有提到 哇在大陆真的是重量级歌手 还有资深歌手珍妮 所以珍妮其实这几天 一直都有关注这些新闻 他自己脸书呢 也都直接泡口大 就是直接骂了啦 他首先还说就是直接说 哇这真的是不进棺材不掉泪 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的快 然后说现在道歉根本就太晚了 只得就是因为那个浙江 说要发这个声明 所以他们一定会彻查 那看在珍妮的眼里 他也是不领形啦 那当然也是持续的骂 然后还说这些人性在哪 倒是韩红呢 他就是比较中立一点点的 他当然也是终于打破沉默了啦 就是在这个浙江发的声明稿 说他们会去彻查的时候 韩红就说好 那我就看你们会怎么查 那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调查 并且对未来这些事情要做个规范 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当然还是这些起底声浪不断啊 所以就开始很多 这边提到这个姚贝娜 因为其实娜英当时 也等于说这次也有点 微微被卷入风波当中 大家就说什么 欸姚贝娜当年就是在娜英战队 突然被换取 疑似也是制作单位要求 然后还说是因为那时候他拒绝签给娜英 所以娜英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 那后来还被看到 就是娜英要安慰姚贝娜 结果被甩手的这个画面 现在又成为就是 大家的讨论话题之一啦 其实这几天真的是吃瓜 也不能说吃瓜 就是大家一直起底不断 那身为可能过去 我们都很爱看选秀节目 真的会觉得说 哇原来节目是不是真的有一套剧本 所以每次在看节目的时候 想说是不是不用这么投入了 确实喔大家也会觉得说 过去这个选秀好看的点 就在有时候素人造型 那我们大家就觉得说 诶平的真本事 然后中国好声音是一开始 看不到选手的真面目 是光靠歌声来决定 导师要不要转身 可是现在呢传出赛制有问题 有钱就可以进钱十名 还有导师明明没有按 潘伟博就被转身送过去 让他觉得也是一脸 觉得发生什么事 不可思议 所以种种的种种 当然会有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 粉丝朋友或是观众朋友 觉得自己被欺骗感情了 更别说呢李文拿出自己专业 对音乐的坚持 对公平的要求 要求赛制 对于每个选手一视同仁的时候 却遭遇到后续算是报复吗 或是给他穿小鞋这样的对待 大家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现在中国好声音 现在他们最新一季的节目 还在大录播 还在录 对因为其实有人去求证制作单位 他们说他们还会继续录 还说他们会用更优质的作品 来回馈这个社会 哇这个听起来可能他们觉得说 希望就是可以给他们再一个机会 好好的做一个更干净的节目 但是也不知道网友会不会领心 其实让我想到之前 就是韩国也是有选秀节目 被说黑箱造假 当时制作单位还 制作人还被坐牢抓去关 那现在可能大陆是没办法这么这样子 所以就是现在看这些网友 或是可能真的要等待一下 这个浙江卫视这边 会有个什么样的调查结果才有后续 确实喔 而且刚刚这个韩红的投文 也有点出来说希望上级单位 那广电总局接下来会不会出手呢 对 要请慈音继续来帮我们继续追踪咯 我们谢谢慈音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喂 我的身体是这样子 示范交唱李文投入带领好声音选员 随着生前与节目争执细节曝光 浙江卫视引起全网怒火20号声明回忆 表示会倾听外界提出的意见 督促制作方改进 也肯定李文是好导师好歌者 值得他们铭记 会让每位参赛者得到尊重 进一步调查核实 但网友不以为然 抨击早该停播了还要改进什么 更有人质疑声明连印章都没盖 诚意不足 月初现身告别是李文好友韩红 也发文期待上级主管调查 和未来对此类事件的规范 作为coco的好朋友信任也心疼他 风波不断 电台先锋1063声明永不合作 品牌科迪乳业也以影片表示 抵制浙江卫视从他做起 第一季成员张伟奇爆料冠军 是看利益关系选出 还加码爆出学员背景都是假 另外传出参赛者徐海鑫发文 透露曾被节目艺人总监 及合作经纪公司议员 那因姐姐纳心逼迫签不公平合约 但那新的声明疑似流出 强调自己做不了这些事 甚至不认识徐海鑫 这个叫做不公平 遭指控对李文出手的好生意女 副导身份也遭起底 负责现场调度灯光指挥 有人指称她是主办方公司的股东 还是一名富三代 先前更有人质疑为何这样对待coco 女副导疑似回复确实可惜 但谁让她阻碍工作进行 黑料记录引起外界一片踏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